到了現在的2024年 雖然數碼相片已經很普及 但Felim 依然有一些存在的價值 拍到一些相片的效果 是數碼暫時還未做得到的 這裡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拍Felim 相片要注意的地方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和大家分享一下 拍Felim 相片的心得 首先要說一下鏡頭方面 鏡頭方面我會建議大家 選一些早期少少的鏡頭 例如是Felim 年代生產的鏡頭 像現在我手拿著這支 就是一支五、六十年代生產的 50mm 二光圈鏡頭 通常我們叫這支是Widget 因為早期鏡頭是用Felim 作為一個測試 所以拍出來的相片是比較自然 以Leica為例 就盡量選一些ASPH 之前的鏡頭 即是一些球面鏡頭 而選擇相機方面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封劍游人 當然我用Leica鏡頭 就用一個Leica的相機 就像現在這個Sappu 拿著這支 就是一支Leica M4P 很特別的 它就在中間這個位置 有一個Leica的紅點 是沒有測光的功能 就需要一些附帶的工具 例如說一個測光錶 好像現在這個測光錶 其實也是很細小很簡單 可以直接插在相機的上面 這個測光錶其實我們也有賣的 而且價錢也不是很貴 只是幾百元而已 你說可不可以拿回之前 連Leica本身那些測光錶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大多數 其實到現在已經是不可以正常去操作了 所以實際一點我覺得是用一些外置的測光錶 是比較好的 至於譬如說用電話的Apps 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用起來 我覺得這個測光錶會簡單直接很多 基本上是選擇一個合適的ISO 快門和光圈就可以了 只要按一按按按鈕 它就會開始啟動了 那就可以見到是加、減 這樣可以調校一個合適當時的測光 沒有測光的相機 如果以Leica飛林機來說 多數是M2、M3和M4 有一些是本身是有測光功能的 例如說M6、M7、MP 其實M5都有測光功能的 不過時代遠久的測光功能 可能不是很準 大家用的時候就要留意了 講完硬件方面 就講一講軟件方面 譬如說我們拍完照 照片一定是拿去沖曬泡沖曬的 其實選擇沖曬泡 都是要選一些比較多人去的地方 那麼多人去的話 就是說這些藥水相對來說 它會換得勤一點、換得密一點 在效能方面 也會好一點 所以沖出來的照片 比較乾鮮亮麗一點的 最後一部份我覺得要注意的 就是那個測光功能方面 很多時候外面的沖曬泡 測光效果 都會比較暗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之前 我在其中一個沖曬泡 測光效果 看到那個暗位 就比較沒有細節 而且解像度也是很差的 完全失去了影非想像的意義 浪費了這麼多精神時間 買這麼好的器材 最終得到一個這樣的效果 就是非常失望的 在下一集就跟大家會講一講 其實在Scan 或者是反拍方面 有些什麼的選擇 也都是有些什麼好處、壞處、長處、短處 讓大家做一個很好的選擇 希望大家不要踩到坑 下一集就大家記得留意 了